網絡紅人林索涉嫌孫謀沙騙 週一被商業信案調查科拘捕 與她拍拖四年的女友玉美 晚上帶叉燒飯和領茶到中區警署 逗留5分鐘就離開 林索上個月在中環開始場外加密貨幣找換店 之後多次在社交專業宣傳虛擬資產交易平台JPAS 包括提供優惠碼吸引人開戶 又教導網民使用平台買賣 更加聲稱已申請做JPAS的合夥人 但證監會上個星期發聲明 說JPAS未向證監會申請牌照 警方週一以事業專謀詐騙拘捕三男兩女 包括林索和另一個網紅陳怡 並且接獲超過1400人就事件報案 涉及金額大約10億港元 警方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JPAS在拘捕行動後發通告表示極度失望 說證監會以不公平手法破壞市場秩序 強調JPAS將會繼續營運